近日,诚意与莲花楼的女演员传出恋情绯闻 两人多次IP都在同一个城市 就8月的上半月,两人就同城四次 不仅如此,两人的歌单也是很默契的一致 但诚意的经纪公司火速辟谣 这段恋情瓜就这样草草收场 而此次世间的女主在莲花楼中试验食水 两人在莲花楼中也有不少的对手戏 但是莲花楼自开播以来就受到很大争议 诚意的莲花楼网播直通大结局后 虽然这部剧频频受到诟病 这次央视却亲自上场力挺莲花楼 狠狠打了黑子们的脸 说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可以说是古装剧的天下 甚至出现了长相思这种现象级暴剧 而相对于有诚意没诚意的莲花楼就只能认命 莲花楼改编自古装悬疑小说《吉祥文莲花楼》 原著中的每个案件都很抓人 对中式恐怖的描述也收获了一众悬疑爱好者 但有了好的原著 剧版的莲花楼却不尽如人意 电视剧版在宣传初期吃尽了原著的红利 打着中式恐怖 悬疑探案的旗号还没开播就有了一波热度 但实际上剧中中式恐怖的情节却微乎其微 让人感受到像是被诈骗 不仅如此办案的情节更是潦草至极 首先案子本身在剧中就不吸引人 办案过程也是韬鲁感模式化十足 给人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感觉 其中男主诚意在剧中饰演的医术高超的侠士 所以剧中查看尸体及死因的任务就在男主身上 但是男主仅仅圆圆看一眼尸体就识别出他的死因 未免太过不严谨 其次安坚太平让观众随随便便就能猜出凶手 少了本该拥有的紧张感和刺激感 剧中的反转情节虽然很多 却也压根没能排出反转的感觉 与同为悬疑剧的《唐朝鬼是路》相差甚远 推理剧情的弱化使主角团的成长线更加丰满 成长线的部分确实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作为男主的诚意在剧中也有大量亮眼的戏份 但是成一在剧中的原生台词却也受到诟病 首先成一的声音含糊不清 台词听不清楚 网友评价像是嘴里吞了一块布 其次他的嘴也让人出戏 总让人感觉他的话还没说完 但在这部片子中成一的演技却受到广泛好评 莲花楼主要就是围绕男主李莲花展开的 成一的恰到好处的演技也让他有了满满的高光时刻 当然这也与他十年如一日的提升演技有关 成一是科班出身的一名演员 201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拍戏 但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龙涛角色 但他也边磨练演技边开启自己跑龙涛的生涯 2011年在电视剧《美人心记》中 饰演是魏冯小宝 2014年首次尝试喜剧董小姐中董小爷的男友 2015年科幻喜剧片《不可思议》中的余展 体验各种不同的角色但都没能活起来 直到2016年才迎来第一次出圈 成一与李一峰、赵丽颖搭档演出的《清云志》 在剧中饰演的林金宇一争一携 也因为这部剧成一也受到闲侠剧的青睐 但真正让更多人知道成一是在一档综艺上 忽然卫视一年级中成一作为科班生代表的队长 燕景认真他是对待表演时的专注 也让他收获到了粉丝 也是他戏好前少的原因 成一的影视之路就开始逐渐顺遂许多 分尸两绝的张启麟、艾曾分明的萧承熙 让导演和制片人也看到成一身上无限的可能性 终于他获得了主演的机会 2020年成一与袁冰演共同主演的《仙侠剧流》里 频频霸占热搜 也让更多人注意到成一这个名字 但好景并不长 剧的热度来得快退得也快 同时频频刷屏的新剧 频频出圈的新人 让成一又变成了原来的成一 这使得成一尝过了流量的红利 开始刷脸各大综艺、各大晚会 直到2022年搭档当红流量女星杨子 让他也差点挤进顶流的行列 2022年成一与杨子的沉香如泻 是当时暑期档最热播的剧 成一的分尸两绝 性格反差极大的两种人 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他演技的魅力 也让他荣获暑期男友的称号 大家都认为他会成为像肖战王一博那样的顶级流量 但是结果并没有像网友想的那样活得一塌糊涂 而是在热度过后又陷入了瓶颈 成一与肖战相比成为顶流的因素还是太少 肖战和王一博当初靠着单改剧陈情令爆火 众所周知CP粉是所有粉丝中最疯狂的群体 而恰巧肖战的粉丝都是由CP粉转化而来的 其次肖战是男团出道 会唱歌参加了银宗我们的歌 两手抓的艺人往往比只顾一头的要火得多 而成一除了演戏甚至常驻综艺都少得可怜 这样一来在台戏的日子里成一就缺少曝光量 但他与肖战差距最大的是不会懂得虐粉和顾粉 肖战和王一博是CP的同时 两家粉丝天天在微博上私价 这样的反复的来回使粉丝的粘性越来越高 除了这些诚意都不具备之外 他也少了一些甜食低利人和 肖战的227更是史诗级别般的虐粉 在大战十几天 粉丝也转化成铁靴四中粉 没有太大问题基本不会脱粉 而诚意却恰恰与之相反 没有固定的对家和搭热的CP 除了演戏以外也并没有别的出圈的方式 虐粉和顾粉所具备的条件也统统不具备 只能看着吸引到的粉丝随着热度褪去而消失 除了上面的一些顾粉和虐粉的手段 诚意在荧幕上整体表现出的性格就是一个无趣的人 不怕偶像没演技就怕偶像没有趣 但诚意的人设恰巧还是老干部 出道多年几乎没有绯闻 而绯闻是短时间内提升热度的最好办法 曾与诚意的传过绯闻的女明星 也都是电视剧正常悬发的流程 在了解后就会发现是莫须有的恋情 而且诚意也会刻意避嫌自己的CP 这也就导致粉丝根本刻不动 就会流失掉好不容易积累的粉丝 诚意私下的爱好也非常的无趣 诚意平常在没有戏拍的时候 就会去江边钓鱼 一钓就是一下午 也特别喜欢喝茶 或者就是泡在健身房健身 妥妥的老干部人设 她之所以意志不红 也是因为她太低调 所以大家不会关注到她 杨子曾经在采访时说起诚意 就是说她太过低调 性格也太过平静 陈湘如谢的导演也曾说过 诚意在片场不是在看剧本 就是在看剧本 让人觉得这个演员 也有点安静过头的感觉 而最近网友在看莲花楼 更是惊奇的发现 诚意33岁了 还是肩膀内扣 肩膀内扣这个梗 出自罗金储男论 储男的重心在肩膀 双肩内扣 而非储男重心在腰上 肩膀和背势打开的 而诚意的肩膀内扣 有不少网友附和她是储男的言论 这也从侧面说明 在大家心里 诚意认同了她人淡如居的人设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娱乐圈利人淡如居的人设 不在少数 但无一例外的都惨遭翻车 当然诚意也不例外 诚意在之前还没有活的时候 经常靠妹粉来维持自己的热度 粉丝的要求也是照单全收 在机场摸腹肌 主动拥抱粉丝也是常有的事 甚至经常在粉丝群里 频频发表妹粉言论 亲切地叫粉丝昵称 说一些不符合她人设的话语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诚意与克金女粉丝连 改粉丝是个名副其实的富婆 购买诚意的代言和赞助 零零散散加起来不少于800多万 而这位富婆的老公 也是能跟诚意娱乐公司的老板签上线 两个人也就通过这层关系 在私下一同吃饭 这件事发酵起来的原因 是这位富婆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诚意私下的照片 看着没有兼顾的物料 粉丝才起了疑心 随后全网被诚意私连的词条刷屏 这位克金800万的粉丝 也删除了这张图片 并且清空了与诚意相关的微博 随后发文已经脱粉 表明让大家不要过多关注这件事情 但说起诚意出道以来 争议还是语言冰言 诚意因为语言冰言拍摄琉璃 有了包伙的迹象 但他又当游离的行为 让他深陷舆论漩涡 在琉璃正热播时 诚意对袁冰言恨不得贴上去 发布会上又是背后搂报 又是贴脸纱 甚至腿还放在袁冰言两腿中间 让人看得生理不适 有点性骚扰那味 但是剧播完之后 诚意很快就又换上另外一副嘴脸 刘立成口碑抱具 为了回馈粉丝 导演就开了刘立云歌会 但是身为男女主的两位 却全程无互动 诚意更是全程黑脸 与袁冰言的距离能有多远离多远 而袁冰言这时候还维持着基本的体面 诚意则是被旁边人推着 都不肯与袁冰言战的太近 一般这种与自己CP避嫌的行为 都是为了提纯粉丝 但诚意的吃相也未免太过难看 结果也与他想提纯粉丝 适得其反 粉丝们因为诚意这种避嫌的行为 纷纷脱粉 他的做法也让他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随后自然也就没有掀起更大的水花 诚意还有一个争议 就是他的颜值 自从红起来之后就一直被各种吵丑 也被评为古装丑男 但好在演技上课 再加上各种流量被爆出丑闻 所以诚意在古装戏中也占领了一席之地 诚意是一个好演员 希望之后能多一点真诚 这样才能在演艺圈走得更长久 感谢观看